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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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有曾經感到身體不聽使喚的時候嗎 今天醫師好辣要來告訴你 身體斷電可能會是這些疾病造成的喔 三位藝人的身體 是否也曾當機過呢 我們小朋友常常在一刻精力充沛之下 突然他又斷電睡著了 因為小朋友每天活動精力旺盛 可是剎那之間他要睡就睡了 這些是屬於斷電的行為 但是這些斷電行為都發生在大人身上 究竟會潛藏什麼樣的疾病呢 其實身體的神經 分兩個主要系統 一個是我們講周邊神經 就是我們手 腳 頭暈那些 很多是周邊神經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管到我們腦部等等那些 我現在分別舉兩個不同的例子 是最近的案例 其實我們有一個大概40幾 快50歲的大姐 她有一天睡覺起床的時候 就覺得天旋地轉 眼睛張開轉得更厲害 頭不管動哪一邊 就暈得更嚴重 一暈就會想吐 其實她整個理學檢查 整理學檢查包含我們的小腦功能 我們常會做就是 像摸鼻子 摸手指 她大概只能做到這種 其他的因為她動得太厲害 她會暈 可是我們發現很奇怪 就是她有一個眼症 所謂的眼症就是 她眼球不正常的一直抖 一直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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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跳 其實這個有可能就是 腦部中風的一個小問題 後來我們就想 那還是拍一個核子工程看一下 核子工程一做出來 她腦幹確實一個小中風 我們回去查 這個病還真的很少見 就是在那個小位置 她以前的案例報告是說 有可能20小時 之前那個眼症就會消失掉 其實我們每個人 如果你盯那個東西 盯得太過去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點眼症 它是橫的 可是我們有時候看到說 如果有異常的話 它的眼症 它並不是橫的那種眼症 上下 它是往上往下 或者是一個旋轉的那種眼症 那會很像卡通影片 對 就像卡通影片 就像卡通影片 有沒有 沒錯 其實那種就比較像是一個 有問題 有可能還是腦部的問題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因為他50歲的大哥 他本身就是做搬運工 他覺得最近就是 我來到門診的時候 他說你胸口悶會不會喘 他說會 搬紫層樓就會喘 第一個反應說 為什麼要看神經科 這個應該是看胸腔科 心臟科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 他說除了這個症狀 大概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說 我半邊手麻麻 怪怪的 他說這樣子 我幫你檢查一下 我就做一些神經測試 包含哪一些 就是我們兩邊 我們用棉花棒 去摸一下 它的觸體觸的感覺怪怪的 他說兩邊是不對稱 然後用牙籤刺 也是從那個爐頭以下 感覺兩邊是不對的 然後我們再用那個 我們鷹叉 因為它是金屬的 摸起來是冰冰涼涼 我們兩邊的溫度感覺 也是不對的 我心裡想說 這個一定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核磁共振 做了核磁共振的時候 真相大白 我們發現說 它核磁共振上面 有好幾顆小顆小顆的東西 在脊椎上面 再去照一方片發現 它肺部上面是一個腫瘤 腫瘤已經轉移到它的脊椎 所以它那個胸悶 喘等等那一些 有可能就是它 那個腫瘤的一些表現 因為它腫瘤上面 其實有點積水了 對 反而 可是它來看神經科 主要是手 到最後其實 我們就轉到 胸腔外科那邊 最後其實好像又不是太好 因為到後面轉移 有個病人 他就是到我的門診來 說他聽到有一個像 只要驗射人間的時候 聽到一個跟心跳同步的 咻咻的聲音 他說他已經很久一段時間了 那這個他也不以為意 那要看我們一早就發現 有這種血管 腦血管的問題 他就來找我 那也很好 我們做了一些檢查之後 發現他確實在腦部的 動脈跟經脈中間 有一個 那這種就是很典型 會聽到一些 像水的聲音這樣子 那這種病患 他後來我們要接受 就是建議說接受 酸塞手術 把這個不正常的循環塞住 他才不會有血管破掉的問題 那在住院的前一天 突然他的眼皮下垂 然後眼睛看不到 會歪血 然後眼睛很腫 那一般來說 已經是有發現症狀了 那很順利做完 酸塞手術之後 他的症狀改善 可是他的眼皮下垂 並沒有改善 那一般來說 這種中速是比較危險 這個水流聲是常常聽到 還是是偶爾間斷的 沒有 他這個是常常聽到 偶爾間斷有可能是 家裡的症狀 會是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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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很好 按摩還要放水流聲 不是 療癒 對啊 平常好 對啊 就叉鳥叫聲音 然後流水的聲音 對 不過這種動靜脈樓管 有些它是 有可能是一個外力造成 比如說有些是 慢慢慢慢就出現 當下你去檢查 剛撞到 可能什麼都沒看到 久了之後發現說 就是慢慢就通了 就融光就產生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也是很神奇 就是 他是一個大概20歲的大學生 然後畢業要考試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最近 彰化地區媽祖出旬 他就去拜拜 然後拜拜完 九天耶 對 對 然後他就回來之後 他就跟我說 他好像每一天都被鬼壓床 然後我就說 這個應該不是鬼壓床 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 媽祖在保佑你 他就說 這個是鬼壓床 可是其實這種很典型 就是說壓力大 或者是說他整天都會流汗 電気質不平衡的時候 他晚上 幾歲的人 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那種睡 會睡覺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事情 就是腦部已經快醒了 可是身體他還沒有醒 對 那種叫做 睡眠癱瘓症 就是有人說俗稱鬼壓床 其實不是 它只是一個 離脂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的腦部跟身體 不同步的醒 所以就發生這種情況 就累過頭 對 就身體一直流汗 因為九天都要步行 對 要知道 我一直覺得 人類真的是一個設計 非常精密的機器人 我們的CPU就是我們的大腦 那比如說 我要把我的右手舉起來 其實經過一些 非常複雜的一個翻譯 CPU 然後告訴我們的大電燃 電燃就是我們的擠水 那擠水之後 來通知我這邊的神經 周邊神經 把手舉起來 那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真的會斷電 人真的會斷電 很多 我就舉一個感冒之後 一個嚴重斷電的一個案例 給大家聽 這個是一個55歲的網球教練 那網球教練 本來就沒什麼 身體都很健康 他也沒什麼 那他最近因為那個 接了一個 學校的一個教練 所以他比較早起床 可是早起床 可能就 免疫力比較不好 就感冒了 就出現一些 然後去診所看了兩次 然後好像沒有改善 而且全身痠痛 非常不舒服 他接下來就是去醫學中心 他怕有什麼肺炎 去照個騙子 白血球也不高 沒有 還是病毒感染 然後也沒有肺炎 然後就回家 那回家他 直到一件事他發現不對勁 有一天他 他要開車去學校 然後他開車 大家知道 前面那台車在停紅燈 他跟著他去 他又踩煞車 竟然煞不住 他就這樣踩著 然後就往前撞下去 輕輕撞著 他覺得不大對 對啊 我有踩 但是以前他抓那個距離是剛好 怎麼會抓不對 他覺得不大對勁 他就不敢去學校 趕快開回家 那開回家之後 停在他家的那個地下停車場 然後要起來 已經起不來了 他還好有開回家 就是他從那個駕駛坐到起來 起不來 趕快打電話給他老婆 然後他老婆就從上面來 把他攀扶 發現不對 兩隻腳都沒辦法施力了 那就不對啊 會不會中風或什麼 就趕快送到急診室 那急診室一查 電腦斷層都正常 大腦那個叫 我們的CPU沒有出現問題 沒有什麼中風什麼情形 然後就趕快收住院 收住院完之後 那個沒力的情 剛開始是兩側下肢 一直往上跑 一直往上跑 那到最後 連那個手也沒力 你剛剛要拿東西 那到最後 就呼吸的困難 因為沒辦法呼吸 然後沒好吸就趕快插管 插管 他插管那個神經內科 一直都緊張了 這下越來越嚴重 住院之後沒有變好 然後後來他們一些 所有數據都出來 他發現那個 應該是一個叫 GBS 什麼叫 GBS 不是衛星病 不是衛星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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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鄰巴立式症候群 那是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前陣子那些感冒 誘發身體的一個免疫反應 那產生一些不好的抗體 那影響到他的一些神經 那是一個急性的一個 嚴正性的一個 脫水翹的一個 多發神經病變 他會漸漸往上 漸漸往上 那這個治療 為什麼跟我們腎臟科有關 其實他的黃金治療 要在那個短時間之內 把它 我剛剛講那個原始的壞東西 是在 裡面一些自體免疫 把它洗掉 把它血漿自換 把它血漿換掉 然後打一些新的血漿進去 或說一些 用一些免疫球蛋白 那這樣經過這樣治療之後 大概三到四週之後 他整個症狀就慢慢 全部都改善 可是他還是後來這個案例 有留一些後遺症 因為他到最後他的 可是他是運動員 他運動員是靠神經反應 對 所以他為什麼反而 反而會有這方面的毛病 他是免疫造成的 造成的問題 他應該免疫強 對 免疫強 反而 那這個死亡率 尤其你如果影響到 沒有那個呼吸道 不過也不是那麼常見 每十萬人大概一到兩個 就是一年大概這樣子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台灣大概兩千多萬人 大概有兩百四百個 這樣的一個比例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 其實很多急性的病毒感染完之後 你會發現 包括小朋友 老人 一個嚴重感冒完 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可能連走路都 沒辦法走路 就是很多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疾病 還是要送到那個 神經內科檢查一下 我們常常聽到說 剛剛會有人驚訝 誰走了 他不願不走 早睡早起的 有沒有 他以前是孫中小 就運動的那個 不是 運動不一定是非常健康 但是不運動肯定不健康 是 因為這樣還不運動 還是要運動 在一起 你認識的 那個應酬 你覺得比較好嗎 別說